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,上下班都要搭乘公交车,中间还要转一次车,因为是上下班的高峰期,坐车的人非常多,所以在车上的时候,基本不可能找到座位坐下来。 要是能有一个地方自在地站着,就很不错了。 如果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,就会知道,要想在公交车上站立地稳,就要抓紧车上的把手,因为公交车在行进过程中,经常会加速、减速、拐弯、刹车,人体由于惯性的作用,会向前或者向后摔倒。 如果在车上摔倒,人可能会受很重的伤,经常看到一些老人家,上车之后就马上抓紧扶手,否则一动都不敢动。 这是因为把手是牢牢连着车子的,抓紧把手就可以抵消惯性的作用,人就不会摔倒了。 我们的人生就像是一趟旅程,如果不牢牢地抓紧把手,我们随时都有跌倒的危险。 什么才是人生旅程中的把手呢? 有人会抓紧其他的人,比如家人、朋友或者权威、领袖。 只是,这些人的手里也不一定有把手,他们可能自己也没站稳,抓紧他们只会大家一起跌倒而已。 还有的人选择抓紧金钱,只是金钱不够稳定,说不准哪天就贬值,甚至变得一文不值。 所以,抓紧金钱也不一定持久。 思来想去,唯独抓紧那位永不改变的神,才是最稳妥的选择。 大卫在诗篇十八篇二节说,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,我的山寨,我的救主,我的神,我的磐石,我所投靠的。 他是我的盾牌,是拯救我的脚,是我的高台。 既然生命旅程中,难免有颠簸、摇晃、加速、减速, 那么,为何不抓紧生命本身的创造者、物理者、施恩者、拯救者呢? 还有什么比神更牢靠呢? 如果你也相信,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伟大的神, 那么,就应该马上丢开其他的东西,紧紧地抓住他。 那么,人生中的颠簸就是一种经历,而绝不会是最终的结局。 那么,人生的话,不讨论会再来。 我们来看看,吧! 今本来看看,我们来看看, 你们看到,我们是解决的状况。 然后,亲自的颏命的状况, 我们什么时候看到,我们看到, 我们看到,我们那些帮助用来两句评似的状况。 我们看到,我们看到,我们想要遮到这里的状况。